台湾里经布置的海军轻型巡防舰专案在经过两次开标作业后终于有了结果 最终由中信造船得标 此次建造案包含防空型反潜型轻型巡防舰各一艘原型舰 按照招标要求需要在2026年之前将这两艘原型舰打造出来 虽然整体预算仅有90亿新台币 但按照海军驼江级巡逻舰的惯例 原型舰得标的造船场会在后续舰的招标评选上占据优势 此次海军轻型巡防舰规划包括原型舰在内共有12艘 也就是说中信造船如果顺利通过原型舰的各项测评 未来获得10艘后续舰的订单机会也会大增 整个建造案至少450亿新台币 作为全世界所有海军的追求 神盾舰拥有着不可思议的能力 需要拥有探测400公里的相控阵雷达 拥有垂直发射系统 能够发射中远程防空导弹 这样的军舰才能被称为神盾舰 而台湾海军同样不例外 这个追求自1983年就已经开始了 那时候海军派出考察团 参观美军的提康德罗加级巡防舰 以及建造中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考察团对这些配备神盾系统的先进水面舰艇非常心动 当时就萌生出打造海军神盾舰的雄心 后来台湾启动了田丹级小神盾计划 希望能在4000吨佩里级军舰上安装相控阵雷达 因为海军觉得佩里级的吨位已经足够了 虽然理论上可行 但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小型神盾舰的先例 所以一切准备工作需要从头开始 在经过实际研究后发现 想要将沉重的相控阵雷达安装到4000吨级军舰上非常困难 包括电力不足重心过高等问题 对于当时的台湾来说 还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来解决 于是在经过多年研发以及330亿投入之后 最终在1995年终止了计划 只留下数十份小神盾的概念图 以及留在海军造船发展中心的1比50的模型 不过海军的神盾梦却从来没断过 对于台湾海军来说 由中山科学院研发的被动相控阵雷达 加上原有的天工防空系统 再引进美国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就可以组建属于台湾的神盾系统 2016年台湾启动了震海计划 海军公布了新一代导弹巡方艇的示意图 计划建造一种排水量4000到5000吨 装备四面固定相控阵雷达 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新一代主战水面舰艇 取代海军成功级与康定级 作为未来台湾海军日常主力水面舰艇使用 计划在2018年开工一艘原型舰 并在2022年前完成首舰 在2017年的时候 中山科学院的武器测试舰LCC-1高雄号 在舰身中央已加装八角形的雷达塔 显然是在测试自制的相控阵雷达 之后高雄号上的试验装备越来越多 包括MK41垂发系统 海工3远程防空导弹 海舰2防空导弹 海舰0防空导弹 以及MPQ-90风眼雷达等等 得到外界许多人的关注 然而多年过去了 军舰不仅没有下水 就连震海计划都经历多次变故 在2021年年底 从多个渠道传出消息 震海计划又要延宕三年 于是海军计划推出2000吨级的轻型巡防舰 分为防空反潜两个版本 并且不装备相供阵雷达 显然震海计划在推进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问题 比如竞标企业缺乏活力 在2017年5月 首次对震海计划的初步合约设计 进行了开放投标 但除了传播及海洋产业研发中心 一家单位参与竞标外 其他厂商兴趣并不大 直到9月份才落实震海计划的 初步合约设计单位 其二就是雷达设备不配套的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 台湾就已经拥有亚洲地区 第一款相控阵雷达 也就是长白雷达 中山科学院在这个基础上 又开发出舰载被动相控阵雷达技术 随着海军压力的增加 台湾觉得被动相控阵雷达 可能无法满足未来战术需求 而主动相控阵列雷达 已经成为主流 于是便让中山科学院 整合主动相控阵雷达 虽然中山科学院 研发主动相控阵雷达有一段时间了 官网很早之前 就刊出了主动向列雷达 收发模块的简介资料 但直到2019年的台北航天展中 中山科学院才首次展出 海鹰岩主动向列雷达 和一套空用主动向列雷达雏行 整个项目不仅进度落后 并且还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由于是无源相控阵体系 导致雷达体积大于原有设定 在现有技术上无法完成缩小 难以适配台湾海军舰艇平台 当时中山科学院提议 将震海计划中 4500吨排水量的设计 进一步提高到6200吨 以此来容纳完整的作战系统 和足够的武器装备 但海军后来又将无源相控阵 改为有源相控阵 导致整个项目翻盘重来 为何中山科学院的主动相控阵雷达 研发进度缓慢 这涉及内部的资源分配 研发主动相控阵雷达团队 并被原来 研发被动相控阵雷达的成员 如果中山科学院研发的舰载雷达 与美国ISPY1系列项列雷达一样 开发出减重的缩小版 也许能够符合 新一代导弹巡方舰的设计排水量 但雷达天线变小 势必会影响雷达功率 影响整体探测性能 海军是没有办法接受近视眼的 舰载相控阵雷达 最后一个原因 是因为新一代导弹巡方舰 搭载的防空系统和战斗系统 同样由中山科学院负责 被称为训练项目 目的是开发一款开放式战斗管理系统 能够连接舰艇防空 反舰 反潜 电子战 以及数据链等系统 能够显示到作战中心 并能提供一定程度的自动化接战能力 训练系统的缩小简化版本 已经在陀江级导弹艇上应用 但这套系统在与MK41吹发系统 无源相控阵雷达 以及海舰岭短程防空系统的整合方面 进度非常缓慢 尤其是在高雄号上舰测室中 无法克服讯号无法连接的问题 难以让海军满意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资金问题 中山科学院是半官方性质的社会参股单位 所需研发资金几乎都来自台湾各军种 在装备立项后获得拨款之后 不足以担负中山科学院的常态化发展 使得研发团队长期处于半机半保状态 难以形成研发连续性 训练项目的拖延和问题 就是导致震海计划取消的最大原因 随着震海计划的取消 台湾又启动了新一代轻型巡方舰 此前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此类军舰列装 作为海军一线舰艇编列 康定级成功级以及济阳级的舰长为上校军舰 除了补给舰和两栖舰等辅助舰船以外 海军中几乎没有中校军舰舰长的水面主力舰艇 直接到陀江级导弹艇这些少校尚未军舰的水面舰艇 实际上对于台湾海军来说 康定级和济阳级除了吨位稍大耐海性更好一些外 其余各项作战能力完全可以由2000到3000吨的轻型护卫舰来完成 根据台湾年度预算书显示 震海计划原本计划执行至2026年的时间不变 但将原先打造一艘巡方舰的245亿新台币 改为打造两艘轻型巡方舰 详细规模目前并没有曝光 这种2000余吨级的轻型护卫舰在设计概念上 主要任务为反封锁 护航为脱江级巡逻舰 提供指挥管制与进程防空掩护等 同时还拥有一定的航行能力 满足在台海附近执行巡航任务等 按照规划 在2026年之前需要打造出防空型反潜型各一艘 除了增加舰队兵力运用弹性 共同担负海上巡逻等战备任务以外 还可以降低主要作战舰艇的任务复合 在海军的报告中指出 防空型与反潜型原型机 满载排水量约2500吨 采用柴电或燃气涡轮机混合推进系统 航速最大达30节以上 于8级风下可正常执行任务 武器装备上则配置海舰2中程防空导弹 雄3增程型超音速反舰导弹 7-6炮方阵快炮深水炸弹或鱼雷等 在建造预算上 防空型预算为95.3亿新台币 反潜型92亿新台币 弹药41.1亿新台币 另外其他后勤方面预算为16.8亿新台币 总计预算达到245.5亿新台币 全岸由海军自行办理招标作业 领域中山科学院签署委制协议书 担任战系整合商 执行战系装备置脚及系统整合 海军轻型巡防舰的战斗系统 包括指挥管理系统 侦查搜索系统 水下探测系统 电子反制系统以及射控系统等 此外 防空型与反潜型各有专属系统 如舰机数据链系统 水下通信系统 多功能式声纳 升温仪等装备 为反潜型专属 轻型巡防舰的作战管理系统 将会采用洛克希德公司的CMS-330 战斗管理系统 同时也是加拿大海军水面舰艇 所装备的系统 CMS-330作战管理系统 采用开放式体系架构设计 能够适应各种子系统 可满足客户的独特需求 是一种分散架构的指挥武器管制系统 能够完全接管舰上 例如雷达光电等各类传感器的信息 叠合多种数据信息呈现 所以洛克希德公司向台湾提议 可以依照海军作战需求 规划出多个CMS-330战斗管理系统 搭配其他系统装备方案 来供海军选择 不过海军并没有接受洛克希德公司的提议 主要是因为海军正在进行 成功级军舰的性能提升案 轻型巡防舰选用的系统装备 将与成功级军舰性能提升案进行一并考量 所以没有接受提议 轻型巡防舰将装备一座76毫米快炮 一座方阵进破武器系统 三座舰载遥控三菱链炮 干扰弹发射系统 以及反舰导弹系统 防空型巡防舰装备中山科学院研发的华阳锤发系统 以及16枚海舰二型舰载防空导弹 但公告也特别著名 竞标船厂在建造军舰时 必须满足32枚海舰二导弹的最大装舰需求 在反舰导弹方面 防空型还配置8枚增程型雄三超音速反舰导弹 与反潜星一样采用发射架架控及弹箱方式配置 但反舰导弹配置弹种及数量有较大组合空间 可搭配8枚增程型雄三导弹或16枚标准版雄二雄三反舰导弹 至于反潜星的防空火力则是配置16枚海舰二导弹 但采取发射架架控系统并非垂直发射系统 另外反潜星要求配备两座轻型鱼雷发射器 携带6枚轻型鱼雷以及4枚由直升机搭载的空头鱼雷 此次原型舰舰体建造案将在本月完成与中信造船的合约签订 按照海军计划防空型将在今年5月份开工 2024年第1季度安装龙骨第4季度下水测试 到2025年第3季度交付反潜星原型机2024年4月开工 2024年第4季度安装龙骨2025年第4季度下水2026年第2季度交舰 每艘从开工到交付都是26个月 从原型舰建造完成并通过作战测评后 台湾将会启动后续舰的量产计划 未来10年的量产计划是获得10艘同级舰 目前建造方案正在进行 震海计划从开始到现在 经历了不少挫折 如今终于尘埃落定 只是不知道台湾海军什么时候可以拥有神盾舰 你们觉得可以通过外购的方式获得吗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行 个人 感谢观看